《飞狐外传》是秦俊杰 梁杰等人主演的武侠剧 在开播之后 还是备受关注的 除了为人津津乐道的动作戏之外 电影中还涌现出了很多的大咖 比如刘雪花 李良伟等人 都担任着打酱油的小角色 但是人设都是不黄多让的 老西谷担任配角 扶持新人 大家都理见不鲜了 然而 剧中还有两位演员 出场之后 还是让老编觉得惊喜的 第一位 出演《乾隆皇帝》的连一鸣 导演给他选了一个官最大的角色 在《飞狐外传》中 乾隆出现的次数不是很多 不算是主要人物 但是权力很大 林一鸣不仅是一位演员 还是这部剧的导演和精致 在电视剧中 乾隆是一位城府很深的角色 虽然站在权力的顶端 但是他有自己的私心 那就是想要铲除红花会 他需要平衡各种的势力 林一鸣还是很有气场的 到底是导演 第二位 黑子饰演的凤天南 乍看凤天南 大家都觉得很熟悉 他就是山河令中的老大高充 身材魁梧 正气十足 最后为了维护江湖正义 还选择了自杀 让人感慨 黑子出演了很多的武侠剧 而凤天南的身份 是一位反派 他是一个地主 搭上了福康安这一条鞋 从此就横着走了 他控制的土地 佛山赚钱的生意 都归他管理 就连县令 也要敬他三分 这样一个大反派 在黑子的权势之下 有了生命力 他是一位宝藏演员 第三位 李良伟出演的马行空 李良伟大家都很熟悉 他也是一代人的偶像 很有缘分的是 在八十年代 他还出演了老板雪山飞狐中的 胡一刀和胡飞两个人 合作的是赵雅芝 曾华倩 在上海滩中 他还出演了丁丽这个角色 还是和赵雅芝搭档 可谓是深入人心 还因为电影博豪提名了金像影帝 在西楚霸王中 他也是出演男一号 力能跋山的项羽 在上世纪 他还是很风光的 出演的角色 豪气甘云 如今 再次来到飞湖外传 由胡飞变成了马行空 提携新人 也是不错的 第四位 刘雪华出演的伤老太 如果不仔细看 很难认出来 这就是穷女郎刘雪华了 他出演的角色 是正儿八经的酱油角色 出场没几集 就领了饭和 出演的伤老太 是一个精于算计 很有诚服的老太太 一直想要杀苗人凤 最终却作茧自负 刘雪华曾经一直出演 穷瑶戏女主角 以双大眼睛 哭泣感染了很多人 在《甄嬛传还珠格格》中 出演奶奶辈的角色 都很有威仪 这次出演的伤太太 也是一位可恨可怜的角色 第五位 出演福建的温宏 温宏出演的福建 戏份很少 但是很有见识 福康刚刚出现的时候 有人觉得他很花心 也很圆滑 而自己的母亲比自己还要通透 温宏今年都已经54岁了 然而 也许是童年的滤镜加持 总是觉得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优雅端庄 在电视剧还没有开播之前 很多观众们就说了 袁紫衣和南岚撞联了 新人出演主角 而54岁的温宏 却成为了颜值担当 虽然有了岁月的痕迹 但是温宏保养得很好 气质风云依然在 在社交平台上 端庄素雅的道姑扮相 也是好看的 很多人都看过他演绎的电视剧 春光灿烂猪八戒 这部剧的主角是徐征和桃红 然而 温宏扮演的猫妖妙妙 还是美德出圈 温宏是选美出道的 在90年代 还是出演了不少的作品 还是首席花旦呢 武侠剧《仙鹤神针》 他出演的是苏飞凤 是一位大小姐 刁蛮任性 同时 他为了转型 还接了很多的风月电影 比如和任达华主演的 单不住的FPU 就引起了轰动 到了这几年 他逐渐淡出了荧幕 出演的角色多为小配角 《飞虎外传》中 他的亮相还是让人惊艳的 《飞虎外传》作为一部网剧 没有上星 还能集齐这么多的大康 真的难得了 可见 金庸剧的强大影响力了 希望年轻演员 也能够不负众望 你最喜欢哪一位演员呢 要说在《飞虎外传》原主中 最惨最憋屈的人物 非徐征莫属了 他心地不坏 但脾气不好 长相武功至谋都一般 他心上人马春花却是少有的美貌女子 马春花不喜欢他 后来不得已嫁给了他 这段不匹配不对等的情感 最终让他丢了性命 飞马镖局走标的时候 突遇暴雨 他们便到附近的商家堡避雨 开始马行空并不知道 这堡主的主人是商简明妻儿 待见到徒弟徐征和商宝镇比试的时候 才发现是昔日仇家 原来十几年前 马行空和商宝镇比武 被他砍过一刀 劈过一掌 养了三年商方的康复 虽然马行空被伤的那个 但商老太坚持认为 王福先跟马行空打了一仗 受了内伤 才会被胡匪杀掉的 所以他也将马行空视作杀夫仇人 马行空准备找个借口离开商家堡 谁知来了一路强盗要解标 一番恶斗后 马行空败下阵来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虽然标没被劫走 马行空身负重任 只能继续留在商家堡养伤 几个月后 马行空伤势有好转 某天夜里他睡不着 在院子里闲逛的时候 听到商老太和儿子商量 想娶女儿进门 他吓出一身冷汗 准备找个借口离开商家堡 此日 马行空新发之人 跟商老太说 想在贵庄给徒弟和女儿定亲 徐征得知这个消息时 顿时心花怒放 他从小就喜欢这个漂亮的小师妹 如今又听师父说给他俩订婚 心里别提多美呢 可是马春花并不高兴 他根本就不喜欢师兄徐征 但只能嫁给他 马春花毫不甘心 几天后早晨 福康带着一众侍卫经过商家堡 无意中看见了飞上树的马春花 顿时被他的容貌吸引 原著中这样写道 马春花拉住树枝一荡 从树杖高处轻轻跃下 见马上九人直直点点 肆无忌惮的好生无理 不禁心下恼怒 向他们横了一眼 只见九人有劳有少 一时兜颇滑跪 个个腰挺背之 豪见飘悍 只中一位青年公子脸如冠玉 风神俊朗 荣指都养 月末三十二三岁年纪 身穿一件宝蓝色长袍 头戴瓜皮小帽 帽子正中缝着一块 寸许剑方的美玉 马春花和福康安是相互吸引 本来福康安是有别的事 但因为马春花 就在商家堡留了下来 午饭的时候 徐征看着商宝镇 一个劲盯着伪魂妻 醋衣大气 饭后就找商宝镇鄙比试 马春花不想见他们打架 后来他被一阵笛声吸引 顺着声音先去 却在海棠树下看见了福康安 福康安招手让他过去 看着眼前是这么一个 倦牙美秀的青年男子 眼中露出来的神色又是温柔 又是高贵 他墨地里想到了徐征 他是这么的粗鲁 这么的会和甘粗 和眼前这贵公子相比 真是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泥土 也就是当天 福康安和马春花有了首尾 他们的身份差距太大 又是满汉有别 福康安是不可能将马春花 那王府的 之后 商家堡发生了很多事 马行控被商老太打死 徐征在寻找未婚妻的途中 看见了他和别的男人 相互威仪在一起 气得要杀人 马春花拼命阻拦 将脖子向着他的刀口 说道 师哥 这一生一世 我终究是不能做你妻子的了 你一刀将我杀了吧 徐征满脸自杖 怒道 我 我 左手用力抓凶 说不出话来 福康安离开商家堡 马春花有了身孕 当时未婚先阅足以让一个女人进猪笼 徐征怕马春花的名声扫地就娶了他 待双胞胎出生后 徐征也是两个孩子为一出 夫妻俩接掌了飞马镖局 徐征的武功威名 固然不及师父 而他生就一副直肚直肠 江湖上的场面结交更是施展不开 三四年中连碰了几次钉子 每次军亏马春花多方设法 才赔补弥迷粉了过去 但这么一来 飞马镖局的生意便一落千丈 大买买是永不上门的 这一次有个盐商要送一笔银子上北直立保定府去 为数只有九千两 拖打镖局带贤仇金贵 这才交了给飞马镖局 徐征怎么也想不到 这镖居然是他人生中最后一镖 他们投战的时候 胡斐和成林素也在 胡斐早早就认出了他们 因为胡斐长大了 又乔装打扮 他们自然认不出 眼前的男子就是当日的少年郎 当天夜里 就两人来客栈 明目张胆说要解镖 徐征本想跟他们拼命 可马春花不愿意惹事 加上又带着孩子 所以夫妻俩只得连夜离开客栈 谁知道他们一出客栈 他们的后面加上胡斐成林素 一共跟了十八人 这些人随便哪一个武功 都高出徐征许多 他们一唱一和什么 我瞧他夫人比他强上十倍 当真是鲜花插在牛肺上 神拳无敌马老包头当年赫赫为名 武林中无人不服 这农包小子真是对不住师父 言语中全部都是贬低徐徐征 抬高马行空妇女 徐征气得直发抖 胡斐感觉他们对徐征 好像是一群猫戏耍一只老鼠一样 胡斐感念当年马春花的求情之恩 出手相助 论单打独斗 他们都不是胡斐的对手 但并没有因此就放弃马春花 原来 他们都是福康安派来的 家暴已别 四五年未见 福康安突然想起 和自己春宵一刻的美丽女子 就派人送些银子给她 而他派的这些人 最擅长猜测上风之意 他们欲将马春花请到北京 马春花猜到他们是福康安派的 这几年虽然未曾再见 福康安却始终葬他的内心深处 他也希望见到他 可现在他已经嫁给了师哥 为了避免一场恶战 也为了不牵连胡斐和成灵所 马春花就将两个孩子 是福康安的事告诉了领头人 果然领头人听了喜不自胜 觉得立功的机会来了 拍了两个亲功最好的抢走了孩子 孩子被抢后 马春花就陷了发呆之中 就连胡斐告诉他 商宝镇要挑战徐征 他也不为所动 在商家宝时 徐征就不是商宝镇的对手 而这几年商宝镇日夜苦练 更省当日 徐征是拍马也赶不上他 当年 商宝镇就喜欢马春花 马春花喜欢福康安 商宝镇自然是没胆量 找福康安会起 就将所有不满发泄在徐征身上 没过几招 徐征就被给商宝镇的 掌力震伤了内脏 口吐心血 眼看就要断气 马春花呆呆站在他的身前 莫不作声 胡斐于心不忍 问他可有什么心事未了 援助中这样这道 徐征望望妻子 望望商宝镇 苦笑了一下 低声道 没有 胡斐不知道孩子是福康安的 主动说替他照顾两个孩子 而徐征只能低声道 孩子 孩子 嫁过来之前 早就有了 不是我的 一口气呼出 不再吸界 辨词弃绝 徐征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他死后 马春花并不怎么伤心 但好歹替他报了仇 杀了商宝镇 在喜欢马春花的人中 徐征是最差的 身份比不上傅康安 长相不如商宝镇 武功比不上过小胡斐 小胡斐 安恋过马春花 可他却是最喜欢马春花的 他脾气不好 但从来没害过谁 明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 还愿意抚养他们 可就因为妻子太漂亮 使他遭人嫉恨 落得惨死的下场